总统蔡英文出访12天 拼外交终于圆满结束 我们已经结束了12天的访问 跟过境的行程 现在要回家了 很快我们就会在台北见面 拼外交反映在民调上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民调显示 2020总统大选 蔡英文有高达45%的支持度 超越韩国瑜的40.1% 赢过5个百分点 民调从韩国瑜宣布 选总统之后开始统计 高雄市民对韩国瑜的不满 反映在民调数字上 蔡英文总统在高雄市的支持率 43.6%比韩国瑜的40.7%还要多 从民调看起来 绿的归队的状况是不错 但是看起来 国民党问题非常大非常大 归队的不值绿营还有年轻人 我们不只耕耘自己的民族 就是我们也根源其他国家的邦交国民主 蔡英文总统在20到24岁的手头族支持率 高达71.4% 大赢韩国瑜的17.5% 25到34岁也有50.1%的民众支持 韩国瑜只有35.3% 蔡总统努力拼外交 年轻人有感 纷纷站出来挺小英 三立新闻 潘金华 徐敏娟 台北采访报道